各位朋友在看到英文长的句子的时候 一定要有非常清楚的文法架构 才能看得清楚 而且能够记忆跟运用 我们用六个符号英文法来帮助大家 把英文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 你一看就会懂了 首先任何一个句子先找到主词动词 所以it is 是我们的第一个单位 it是虚主词 所以等一下从to后面开始 是带出真主词 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想一想 后面有那么一件事情 是是什么样子呢 主词动词之后 我们做一个分割 带出第三个字叫做补语 后面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对于谁是不可能的呢 各位看到借系词加名词 成为一个片语 所以我们又把它做分割 对于我而言 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我们从to开始看起 to tell you 去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呢 好 what带出来一个名词指句 表示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要合成一个单位来看 英文最重要的就是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来看 我在想些什么事情来告诉你 各位再来看到借系词 in English 用英文 借系词加名词又是一个新的单位 用英文来告诉你 right now 现在 用英文来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各位这样子把英文分成一节一节 就非常容易的看懂 记忆 甚至在考试 或者是说话的运用 都能够很轻松 我们再念一下 而且韵律非常的流畅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对我与我而言 后面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to tell you what I think 去告诉你我在想些什么 in English 用英文来告诉你 right now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么各位 我们来推荐两本书 给大家欣赏 来运用 第一本叫 如何读一句英文 让大家一组一组的 把英文的字 句子给切割 让大家看得非常的明白 那么 还有另外一本书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六个符号 看懂全世界英文 什么样子 利用简单的几个观念 看懂所有的英文的句子 让大家觉得很轻松 能够记忆的很轻松 当然运用上去考试 都会变成非常容易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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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